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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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位农渝民力挺助政 让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 投入立委补选更具有信心 15个旗次十多年来 他们没法为农民 辞民 踏出一条通路 没法够他们的仆道 所以这一次有很多农渝民 他们今天站出来 希望说有一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可以带他们出声 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坚持不愿意跟大陆往来 表态投入台南第二选区 立委补选谢龙介碰击民进党 执政政治不管经济 也喊出若是当选 在八个月的立委任期内 如果没有帮农渝民找到出路 就会请辞下台 也将寻求韩流魅力协助拉台 韩市长最近也很忙 他也在拼光光 拼经济 我想台南高雄很近 各位慢慢期待 要外界期待 而谈到对手郭国文 认为他会领政脱逃退选 谢龙介这么回应 郭国文的话 你听听就好啊 他言无信 他把一例一修搞得台湾的劳工 去备起 我想他先面对劳工再讲吧 正面回击郭国文的质疑 在九合一议员选举当中 拿下台南最高票的谢龙介 能否延续气势更上一层楼 话题十足的他 已经让这次台南立委补选 更增添可堪性 欢迎新闻陈炎卫 许郭浩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